第1751张上仙二重 在尹族强势攻击之下 柳无邪轻松斩杀一人 让所有人脸色大变 一直以来 尹族是神秘又诡异的种族 他们的攻击 让人防不胜防 尤其是他们的隐身术 更是让人头疼 柳无邪一招斩杀一名尹族 就连阴阳二老眼眸中 都流露出一丝震惊之色 正常上仙境的法则 无法帮助柳无邪突破到上仙二重境 尹界的诞生 让太荒世界拓宽了几分 修为蠢蠢欲动 舔了舔嘴唇 柳无邪杀心大起 尹血刀举起 目光锁定剩下三名尹族 这小子太古怪了 他是如何发现尹族藏匿的位置 此周一轮纷纷 不少针仙境 他们祭出了自己的神识 很难捕捉到尹族的动向 战斗越来越有意思了 周围那些人摩拳擦掌 他们不关心谁能活到最后 只想欣赏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 死了一名尹族后 另外三名尹族勃然大怒 同时袭击柳无邪 三道气流波动 分别出现在柳无邪三个方向 柳无邪眼眸一冷 寒光浮现 银血刀撩起 淡淡的刀势 凝聚四周 三名尹族的身体呼引呼现 承受不住刀势的碾压 柳无邪只是释放出一丝丝刀势而已 全部刀势寄出 可以将它们三个直接免成鸡粉 这时刀势 站在笼子周围那些修饰脸色骇变 柳无邪如此年纪 竟然领悟了罕见的刀势 引足身体显露出来后 银血刀斩下 吃吃吃 沾人身体迅速炸开 化为一团血雾 躯空上的精气 全部被柳无邪吞噬掉 填充到太荒世界 以极快的速度将四人炼化 柳无邪羞为节节攀升 直逼上新二重 这是所有人始料不及的 柳无邪竟然借助斩杀四名隐族 顺利突破修为 好快的突破速度 柳无邪突破速度太快了 堪称妖孽 正常人就算突破 需要一段时间来冲击 柳无邪完全不用 经过吞天神顶炼化之后 将液体导入太荒世界 一切只是水到渠成 这个时候 对面铁门再次打开 五尊半部真仙境出现了 他们的修为接近于真仙境了 数量一次比一次多 柳无邪的压力也在不断攀升 走进来的五名高手 没有多余的废话 直奔柳无邪而来 整个笼子全是他们的影子 趁着柳无邪还在突破的时候 将其斩杀 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 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 滚开 柳无邪怒斥 虽然突破到上星二重 还需要短暂的时间来稳步 太荒吞天绝运转 周围的天地仙气 像是潮水一般 朝他疯狂的涌入过来 接近万块仙石 丢入吞天神顶 化为一团液体 随着这些液体流入太荒世界 整个身体变得无比充盈 宛如浴血重生 魂后的气浪冲击 将冲过来的五名拳夫 全部震退 其中一人直接撞到了笼子上面 好可怕的力量 每个人看向柳无邪的眼神 充满着金句 这不是上星二重 说柳无邪是上星九重也不为过 在天仙八重的时候 柳无邪就能斩杀上星九重 如今突破到上星二重 再多的上星九重 也不是他的对手 天气浩荡 法则滚滚 柳无邪周身 传来阵阵气流波动 场面惊悚无比 阴阳二老脸色阴沉的可怕 柳无邪每斩杀一人 对地下全场来说 都是一种损失 将五人震退之后 柳无邪目光横扫一圈 眼眸中杀意凌然 武航必掏阵 武人迅速动起来 演变出来武航必掏阵 这也是一门极其厉害的阵法 阵法运转的那一刻 武航之力缓缓出现 没想到这五人各自领悟了一种元素 在柳无邪面前施展武航术 岂不是斑门弄斧 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武航之力的运用 裂化了他们五个 可以让自己的武航之力提升一大截 武航盖顶 像是一层乌云 笼罩而下 他们五人选择了游斗 不断地消耗柳无邪的仙气 应该是受到阴阳二老的指点 没有选择硬碰硬 这才第五战而已 后面还有五战 只要耗尽了柳无邪的仙气 第六战就是柳无邪的死期 柳无邪岂能不知道五人的意图 却装作不知道 游走在阵法之中 不论阵法如何变化 柳无邪都能游刃有余 轰轰轰 阵法形成的掌印 一次次落下 每一次都落在柳无邪身边 很难伤害到他分毫 好古怪的身法 好像他每次都能判断出阵法的攻击方向 中围那些人已经麻木了 柳无邪战斗力强悍也就罢了 没想到阵法意图 造诣如此之高 阴血刀迟迟不出窍 柳无邪再等 等合适的机会 只要机会到了 就能用最少的力量 击杀对手 随着战斗的进行 五人有些急躁了 没有耗尽柳无邪的仙气 他们体内的仙气 倒是消耗的极其严重 地下全场其他龙子的比赛 全部截止 无数修士 聚集在这边 阵便 操控图属性的那名男子一生令下 阵法突变 施展水属性是一名女子 扭动着水蛇腰 一个缠绕 朝柳无邪拦腰而来 这要是被他缠中 后果不堪设想 接着 一根根藤条朝柳无邪袭来 施展木属性的男子出手了 骇然的木系元素 铺天带地 武航必掏阵变幻莫测 合并是一套阵法 分开又能单独攻击 医学刀斩下 涌过来的藤条全部炸开 柳无邪身体长驱直入 直奔那名女子 强横的水流朝他袭来 柳无邪无动于衷 就在女子要缠住柳无邪的那一刻 情况突变 医学刀斩下 浩瀚的刀势 像是一尊山岳 轰然砸下 所有的水流 全部炸开 啊 冲上来的女子 直接倒飞出去 一对一的情况下 柳无邪一只手就能拈死他们 一道无匹的剑气 凌空而来 出现在柳无邪面前 是斩金属性的男子出手了 金色飞剑 凌空飞舞 盘旋在柳无邪脖子边缘 随时都能斩下柳无邪的脖子 场面极其的胶着 五人配合的天衣无缝 绝对不是第一次合作 换做常人 早就隐恨当场 垃圾一样的剑气 也想伤害到我 柳无邪发出一道嘲弄声 刀势越来越强 冲过来的剑气 竟然无法靠近柳无邪 这让所有人都不淡定了 战斗到现在 他们甚至不知道柳无邪的战斗力 到底达到什么程度 欲强则强 不论对手多么强大 柳无邪都能找到击杀他们的方式 这就很可怕了 难道柳无邪并非上仙境 而是悬仙强者 修为做不了假 如果柳无邪隐秘了修为 阴阳二老早就发现了 将金色剑气震飞之后 柳无邪长驱直入 身体并未停止 出现在那名女子面前 后者吓了一跳 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发现心脏突然停止跳动了 银血刀轻轻刺入她心脏位置 感知不到一丝疼痛 身体缓缓干瘪 银血刀吞噬了她体内的所有精血 失去一人后 这法不攻自破 剩下四人 更不是柳无邪的对手 刚突破修为 柳无邪需要吞噬大量的上仙法则 来稳固自己的修为 他们五个最适合不过 诞生了引戒 太荒世界变得空旷无比 仅凭现实 无法满足需求 一团水系能量在太荒世界炸开 柳无邪修为又攀升了一些 此消彼长 他们四个已经开始疲于应付了 他们的攻击 被柳无邪轻而易举的避开 面对柳无邪的攻击 他们却无法化解 这就是差距 同样是上仙境 战斗力完全不是一个层次 柳无邪每一招 看似没有太多的变化 却包含了天地大道在其中 拔刀术越来越诡异 越来越刁钻 越来越狠辣 每一次出刀 都能带走一条鲜活的生命 剩下四人 一脸的忌惮之色 他们虽然是全夫 但也有据死之心 四人的战斗力 远不如刚才 变得束手束脚 尤其是柳无邪当时的碾压之下 他们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化解 众人神经变得有些麻木 从一开始 就没有人看好柳无邪 认为他第一场就应该死在其恶之手 到你们了 柳无邪锁定四人 目光中不带一丝感情 杀了他 阴阳二老开口说话了 他们四个要是不能杀了柳无邪 阴阳二老会让他们生不如死 投靠地下拳场的这些拳夫 家人还掌握在他们的手里 不听话 他们的家人 会遭到无比残酷的刑法 四人没有选择 目光变得有些心红 哪怕是自爆 也要斩杀柳无邪 大家快退 较近的那些修士 纷纷后退 以免于波伤及到了自己 柳无邪脸上流露出一丝凝重之色 地下拳场的黑暗 要比他想的还要严重的多 这些人应该都是逼不得已 才加入了地下拳场 很多人甚至已经隐退了 赚足了资源 不愿意继续当拳夫 像其恶 还有白魔兄弟 也属兄弟他们几个 一年多没有出现了 他们厌倦了生死打杀 此人身体开始鼓荡 果然跟大家猜测的一样 利用自爆 来诈伤柳无邪 找死 柳无邪从牙缝中迸发出来两个字 身体陡然消失在原地 银血刀狠狠斩下 第1752张阴云笼罩 柳无邪要趁着他们自爆之前 将其斩杀 灵力无匹的一刀 刀法之中 蕴含一丝强横的仙术在其中 只是在场这些修士看不懂罢了 柳无邪在冒险 竟然动用了一丝前世的仙术 只动用一丝丝 很难让人发现 加上刀势的镇压 四人竟然定格在原地 他们无法动弹 咔嚓 刀锋锁过之处 四人的脑袋全部飞起来 银血刀上面的血痕 越来越清晰 像是一条经脉 游走在刀身上 怎么会这样 退后的那些人 一脸的猛逼 他们预想的一幕并没有出现 好可怕的刀法 刚才寄出的那一刻 我感觉灵魂都要出窍了 每个人脸上充满着金剧之色 被刚才那一刀 所深深震害 包括阴阳二老 眼眸中的凝重之色 越来越重 柳无邪杀死他们的那一刻 铁门已经打开 六名高手出现 五名上仙九重 一名真仙一重 斩杀上仙境 没有太大难度 对付真仙 胜算极低 嘶嘶嘶 整个现场 被推到了高潮 难怪说没有人能闯过火口 原来如此 不仅仅是越级挑战那么简单 战斗到后期 已经是一场不平等的较量了 一灵寒目光冰冷的扫过阴阳二老 没想到他们如此卑劣 目光看向他们六人 柳无邪眼眸中看不到一丝异样 眼神平静的有些可怕 踏入聋子的那一刻 柳无邪已经猜到了这种结果 五名上仙九重主攻 真仙一重负责偷袭 让柳无邪疲于奔命 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雕九至伤势已经没有大碍 站在笼子边缘 双拳紧捏 眼眸终于要喷火 导师如果不是为了救他 也不会落到这番境地 梁寒还有任凡凡 同样是交集万分 使他们连累了柳导师 战斗迅速打响 不给柳无邪喘息的机会 犹如排山倒海之势 直奔柳无邪面门 地面上的青石早已破烂不堪 从青石深处渗透出来紫红色的血液 很多鲜血沉入地下之后 并未干枯 一直储存在浓烈的血腥之气 让人作呕 此方程 文家家主 经过我们调查 只好叶姑海的人找到了 这几日时间 文家出动了很多人 调查那晚给叶姑海治病的人 围神医被打断双腿后 丢出府外流落街头 就在前些日子 被文家的人找到 带回族中 加以治疗 为神医伤势才得到好转 从他口中得知 当日治好叶姑海的人叫吴爷 凭着记忆 将柳无邪的模样刻画出来 文家多方调查 并没有叫吴爷的这个人 就在前些日子 平安商会给四方城运送货物 在酒楼的时候 谈及了那晚的事情 被文家的探子得知 顺藤摸瓜 得知吴爷的真名叫柳无邪 如今已经成为青年道场的导师助理 人在哪里 文昌行面无表情 脸色低沉 朝贵在在青年道场 给月灵涵当导师助理 贵在启动我们在青年道场的人吧 一个月之内 我要你们提着他的脑袋来见我 文昌行说完挥了挥手 让侍卫可以下去了 是 侍卫站起来 赶紧去安排了 文家在四方城 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家族 地位不在城主府之下 这些年培养不少人 尤其是青年道场 有很多文家弟子 除此之外 文家还有人在青年道场当导师 地位极高 凭借他们的身份 朱砂柳无邪 难度不大 饺子 你敢破坏我文家的好事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文昌心晕狠狠地说道 一场针对柳无邪的阴谋 正在悄无声息地拉开序幕 青年道场一处宅院 白 警妇的叔叔白金叶 收到自己侄子死在拜月城的消息 匆匆赶往拜月城 经过调查得知 自己侄子白 警妇 死于陈平之手 白金叶不敢轻举妄动 他是玄仙境 陈平也是玄仙境 真正死磕 一定是两败俱伤 打探多次 发现这一切 都是一个叫柳无邪搞的阴谋 是他设计引诱白 警妇落入平安商会的圈套 才将其杀死 抓到一名平安商会的侍卫 从他口中得知 柳无邪就在青年道场 白金叶连夜赶回 却扑了一个空 柳无邪并不在青年道场 而在东皇城地下全场 不能斩杀陈安 先灭了柳无邪 等联系几名好友 再找陈平算账 五名修士不要命地冲向柳无邪 那名真先一众手持长剑 伺机出手 面对六人的进攻 柳无邪捉襟剑肘 名神备战 鬼谋开启 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大意 五名上先进不足为惧 对柳无邪威胁最大的是这名真先进 必须要速战速决 先解决掉五名上先进 再对付真先进 刀势寄出 犹如厚重的山岳 凌空而下 五人被压制在原地 竟然无法动弹 好可怕的刀势 此周传来阵阵嗡嗡声 上一战柳无邪虽然展露出来了灵力的刀势 此刻看来 他们见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刀势凶猛 如同野兽咆哮 银雪刀势放出血红色的刀缸 让人望而生畏 五人速度大大受制 趁此机会 柳无邪迅速出手 犹如雷霆闪烁 雪红色的刀缸 直接碾向他们五人 此 就在柳无邪出手的那一刻 那名真先进出手了 刁钻诡异的一剑 让人防不胜防 摸不到他出见的诡计 这就是真先进 要比上先强横术背不止 柳无邪无动于衷 任由这名真先进袭来 银雪刀劈下 依旧是平淡无奇的拔刀术 刀光斩下的那一刻 拥有鬼神莫测的威能 惊出很多人一身冷汗 骇然的立光 席卷四周 像是一阵强风 吹得很多人一袍撩起 发出咧咧作响 可怕的刀幕 覆盖住了整个笼子 每一座笼子 都是用特殊的材质打造 哪怕是巅峰林仙境 都很难将其撕开 面对柳无邪这近呼无解的一刀 五人已经放弃了抵抗 刀势越来越强 连笼子外面的青石 都不断炸开 化为大量的碎片 吃吃吃 尖血喷射 五人脖子迅速炸开 被银血刀切断 场面残忍无比 柳无邪别无他法 他们不死 自己就要死 就在这个时候 那名针仙境常见出现在柳无邪身后 吃 尖血喷射 柳无邪躲避不及 后背上出现一道半尺长的口子 剧烈的刺痛袭来 柳无邪忍着疼痛 身体急速旋转 银血刀再次斩下 并未祭出玄音神针 还有四战 必须要保留底牌 尖血染红了柳无邪的后背 两滴眼泪从叶灵寒眼角滑落 雕九至他们三个 双拳紧捏 恨不能冲进去 与导师一起战斗 天地一体静迅速运转 裂开的伤口 竟然在迅速愈合 这就是天地一体静的玄妙之处 天地不灭 肉身不悔 柳无邪拼着受伤 顺利斩杀五人 仗着自己肉身强大 才敢如此冒险 换作他人 刚才那一件 可能重创到筋脉了 看到柳无邪伤势没有大碍 这名针仙境脸色骤变 剩下一人 柳无邪肆无忌惮地出手 令人窒息的刀器 席卷苍穹 整个地下世界上空 早已被刀器所覆盖 这名针仙境被打得措手不及 他还是低估了柳无邪 以为自己刺中柳无邪一剑 后者肯定选择避让 或者选择后退 谁会料到 柳无邪不仅没有闪避 更没有后退 硬生生承受一剑 斩杀五人后 第一时间冲向针仙境 连外面那些修饰 此刻都是一头雾水 柳无邪那彪悍的战斗力 深深感染着他们 甚至很多人 希望柳无邪能坚持到最后 创造一个奇迹 硬碰硬 柳无邪用最狠辣的方式 枪 不愧是真仙境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做出了反应 常见凌空格挡 火光四箭 那名真武进强者 感觉自己的手臂都要炸开 从柳无邪断刀之上 传递回来一股让他心计的力量 两人身体一起退到了笼子边缘 柳无邪右手低锤 同样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力量冲击他的手臂 这个时候 铁门再次打开 七名拳夫出现了 五名上先九重 两名真先一重 第六战还未结束 第七战已经开启 卑鄙 太卑鄙了 梁寒高呼卑鄙 没想到地下全场为了目的 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留给柳无邪的时间不多了 必须要多斩杀几人 随着战斗的进行 出现的真先进越来越多 身体弹射而起 直奔刚才交战的那名真先进 第七战的拳夫 刚踏入大门 还没来得及冲向柳无邪 而柳无邪已经以雷霆万军的方式出手了 不敢藏桌 祭出最强一击 刀法之中 蕴含一丝永恒的意境 更可怕柳无邪调动了太荒世界中的世界之力 加持了世界之力后 刀势更是凶猛 震得铁龙发出哗啦啦的响声 随时都能炸开 此来 柳无邪踩着奇怪的步伐 刚才还是几十米之外 轻刻间的功夫 出现在这名真先进面前 后者还没反应过来 银血刀已经出现在他面前 快出手杀了他 冲进来的七名全夫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迅速冲向柳无邪 阻止他斩杀这名真先进 第1753张杀人魔 冲进来的七名全夫 要阻止柳无邪杀人 多一人 他们就多一分胜算 尤其是冲进来的两名真先进 速度更快 犹如两道流星 出现在柳无邪身后 他们的速度快 柳无邪的速度更快 早已借助鬼谋 锁定了所有区域 咔嚓 银血刀劈下 被柳无邪震退到 笼子边缘的这名真先进 还没反应过来 身体突然炸开 被柳无邪一分为二 身体化为两团碎肉 一座黑洞悄无声息出现 将真先进法则 吞噬得一干二净 柳无邪气势节节攀升 虽然没能突破到上先三重 但是战斗力 要比刚才强横了许多 冲上来的两名真先进 眼看就要击中柳无邪 就在这个时候 柳无邪诡异的消失了 身体仿佛凭空消失 借助大空间数 柳无邪能短暂瞬移 先借空间坚硬无比 柳无邪的大空间法术 很难施展出来 悄悄改变一些空间移动轨迹 还是可以的 空梦 两人招式落空 眼睁睁看着柳无邪 柳无邪在他眼皮子底下消失 气得两人哇哇大叫 你们五个人 将他围起来 两名真先进目视五名上先九重 利用他们当诱饵 他们两个负责击杀 柳无邪从另外一侧出现 目光看向七人 给他压力最大的 还是这两名真先进高手 其他五人不足为虑 不出意外 第八战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真先进 趁着五名上先还没出手 柳无邪先下手为强 身体弹射而起 借助铁龙的反弹之力 引血刀斩下 永恒之力加持了五行之力 双重力量叠加之后 让柳无邪的刀势更加的凶猛 体内真龙血脉蠢蠢欲动 无匹的力量 仿佛能冲破他的筋脉 一起出手 两名真先进迅速出手 形成左右夹击之上 堵住了柳无邪 哼 你们的速度太慢了 面对两名真先 柳无邪依旧是游润有余 你们发现了没有 这个小子随着杀的人越来越多 他的力量逐渐变强 丝毫没有减弱的趋势 周围那些人 已经看出一些苗头 这就是柳无邪的妖念之处 换作他们 连续作战 早就掀气匮乏 任人宰割 柳无邪完全就是一个另类 越战越勇 气势越来越强 这不符合逻辑 八人迅速战斗到了一起 各种兵器撞击声 此起彼伏 在两名真先进的压制之下 柳无邪暂且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已经是后半夜时分 还有大批的修士进入此地 大部分人进来 选择戴着面具 不想让人知道真实身份 兵器斩在笼子上的声音 显得无比的刺耳 很多人选择捂住了耳朵 柳无邪犹如一枚枯叶 穿梭于他们七人之中 任由狂风海浪袭来 却窥然不动 每一次撞击 柳无邪都不落下风 拳音神针悄悄祭出 周围的气温 陡然下降 他们施展的都是普通武技 而拳音神针 达到高级先术层次 秋 拳音神针祭出 直奔两名真先进 先解决掉他们 剩下五人不足为惧 柳无邪担心他们还会跟刚才一样 战斗还未结束 继续派全夫进来 谁也没有看清 玄音神针无形物质 当日柳无邪跟叶灵寒交战 连他都没有发现 玄音神针的存在 无视他们的防御 玄音神针轻松动穿 他们两人的身体 进入体内后 冻结了他们的五脏六腑 两人连惨叫声 还没来得及发出 像是石雕一样 静静地站在原地 吃吃吃 银血刀斩下 五名上仙九虫全部死亡 地面上出现一个黑洞 将他们七人全部吞噬掉 化为无尽的液体 导入太荒世界 秋为还在攀升 已经达到上仙二重大圆满的层次 一直吞噬下去 有很大的概率 突破到上仙三虫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战斗已经结束了 阴阳二老眼睁睁看着柳无邪 修为越来越精湛 却无能为力 铁门还没打开 柳无邪终于迎来一丝喘息的机会 因为谁也没想到 柳无邪这么快结束战斗 卡卡卡 铁门打开 八道人影出现在柳无邪面前 还未踏入 一股洪荒之气冲向柳无邪 四名真仙境 四名半部真仙境 虽然是八人 真仙境却变成了四人 其中一名真仙境 手中提着一把巨大的锤子 并未踢起来就这样放在地面上拖着前进 整个地下犹如地震了一般 这柳锯锤少说也有五千斤 是杀人魔 人群迅速后退 没想到消失已久的杀人魔都出现了 杀人魔有三年没有出现了 死在他手里的全夫 不计其数 更可怕他拥有越级挑战的能力 众人口中的杀人魔 正是这名手持去垂的魁梧男子 浑身都是伤口 尤其是他的前胸上 有一道伤口从脖子一直延伸到小腹的位置 像是一条猙獰的毒蛇 纠缠在他的身体上 赤裸着上体 每一寸肌肉 充满爆炸性的力量 次名真仙境 最难缠的就是这个杀人魔了 光当杀人魔进入铁笼后 手中铁锤狠狠地砸在地面上 一股骇然的涟漪朝四周涌去 铁门关上 战斗即将打响 八人迅速散开 形成八个方位 将柳无邪团团围起来 战斗面积逐渐被压缩 柳无邪身法优势荡然无存 目光扫向四周 柳无邪眼睛眯成一条细缝 战斗才刚刚开始而已 前期战斗 只能算是热身 这是柳无邪进入仙界以来 遇到最强大的一战 以血刀低锤 经过七战 他的拔刀术 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可以在万分之一呼吸之间 出刀几十次 杀 八人大喝一声 恐怖的杀意 形成一股狂风 吹起柳无邪的衣衫 好可怕的力量 杀人魔手终具锤举起来 朝柳无邪狠狠地砸下 看似简单的一锤 却锁定了柳无邪能磨动的任何区域 我们出手 逼着他进入中心地带 另外三名真仙境联合四名半部真仙 迅速出手 他们的目的很简单 逼着柳无邪进入中心地带 借助杀人魔的巨锤 将他杀死 柳无邪岂能让他们得逞 鬼谋施展 锁定杀人魔 巨锤飘浮在空中 发出诡异的声音 神魂传来一阵剧痛 没想到杀人魔的这柄大锤 还是一件宝贝 如果得到 练化之后 可以修复银血刀 天道神书迅速将声音排斥在外 魂海恢复清明 脚步一踏 踩着奇怪的步伐 连阴阳二老都看不懂柳无邪了 看似杂乱无章的步伐 每一次落点 都极其的巧妙 他们的攻击 全部落空 太不可思议了 面对八人的围攻 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内 他还能躲避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很多人开始鼓掌 对柳无邪精妙的动作所折服 毫不吝啬送上自己的掌声 就算不乏再厉害 面对八人的进攻 依旧是死路一条 金宁针先进摇了摇头 换作他们 都很难活着走出来 何况小小上心二重敬 说时迟 那时快 柳无邪避开的那一刻 再次祭出玄音神针 击杀他们后 还剩下最后两战 好诡异的仙术 这一次所有人都看清了 只见柳无邪面前一阵波动 一道阴寒之气 迸射而出 还没反应过来 就有好几人倒下 四名半部真仙全部死亡 剩下四名真仙 一脸的震惊之色 包括杀人魔在内 全音神针专门破解修士的防御 可谓是无望而不利 杀 全音神针耗尽能量后 柳无邪手持银血刀冲出去 四名真仙被打得措手不及 为何他们一直跟不上柳无邪的节奏 他们可是堂堂真仙境啊 憋屈 四名真仙境无比的憋屈 竟被小小的上仙境压制着进攻 哼 杀人魔的锯锤落下 柳无邪处于锯锤攻击之中 哼 让着力气大而已 让你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杀人手法 场中突然出现两个柳无邪 速度达到极致 出现了虚影 银血刀鞋披出去 又是一门诡异的仙术 柳无邪斩杀这么多人 搜刮他们的魂魄 从白魔兄弟魂海中 搜到一门厉害的刀法 借助战斗 已经将刀法掌握 这门刀法算不上顶尖 经过天道神书推演之后 刀数大涨 这是斩月刀法 有人认出这套刀法的来历 高呼一声 怎么可能 斩月刀法可是白魔兄弟擅长的刀法 他是如何知道 中围议论纷纷 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柳无邪施展出来的斩月刀法 要比白魔兄弟还要强横几分 咔嚓 两名真仙一众躲避不及 被斩月刀法披中 身体炸开 柳无邪还在不断的吞噬 太荒世界达到饱和状态 将最后两人吞噬掉 争取突破到上仙三重 砰砰砰 杀人魔将手中拒锤沦起来 像是一道狂风 横扫而出 柳无邪不敢大意 选择了游斗 要是被拒锤扫中 就算是天地一体劲 也会被砸成重伤 目光瞄准另外一名真仙境 解决掉他之后 再收拾杀人魔 斩月 柳无邪立笑一声 犹如神龙咆哮 刺耳的声音 压过了杀人魔的锯锤 逼着他后退一步 第1754张上仙三重 只剩下最后两人 柳无邪全力以赴 刀刚斩下的那一刻 犹如一轮弯月 倒挂笼子之上 撞如圆月弯刀 杀人魔承受不住 刀刚的碾压 竟然往后退了一步 这也给柳无邪腾出了机会 顺势冲向另外一名真仙境 必须要速战速决 第九战可能更加的艰苦 将要同时面对九名高手 金鸿剑 这名真仙境不甘示弱 祭出自己最强一击 金鸿两种颜色的剑钢 横穿而出 欲要斩断柳无邪的斩月 枪 刀剑齐名 形成一道音波 横扫四面八方 整个地下世界 充斥兵器的撞击声 那些弱小的修饰 只好捂住了耳朵 以免遭受音波的冲击 金鸿两种剑气 化为无数积粉 轻松被斩月撕碎 就在这一刻 杀人磨出手了 趁着他们大战的瞬间 手中锯锤 朝柳无邪拦腰砸来 声势无匹 祭出的那一刻 像是一道雷鸣 掩盖过了他们的刀剑声 该死 柳无邪怒骂一声 人在半空之中 身体没有着力点 如果落下 就会遭到这名剑修偷袭 不落下 杀人磨的巨锤 会将他砸成肉饼 考验战斗经验的时刻到了 换做普通修士 面对两人左右夹击 必定陷入被动境地 柳无邪眼眸中 看不到一丝胆怯 相反 从他眼眸中看到的 只有疯狂 连续斩杀这么多人 压抑在心底的怒气 终于得以宣泄 巨锤眼看就要砸中柳无邪 很多人闭上了眼睛 不忍继续看下去 一灵寒粉拳紧捏 身上释放出滔天的寒冰之气 唯有阴阳二老压制 他早就杀到笼子里面 跟柳无邪一起作战 可惜了 最终还是输在了第八战 很多真先进摇了摇头 柳无邪能支撑到现在 已经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如果柳无邪真的挺进了第十战 他们反倒是觉得不真实 能走到现在 足以自傲 最不能做到名垂青史 起码在地下拳场 江阳名利万 据捶距离柳无邪 还有半尺之遥的那一刻 柳无邪身体陡然升高 不达原先 无法借力飞行 柳无邪不过小小上先进而已 人在半空的时候 会迅速下降 为何柳无邪没有落下 还往上升了半米之多 这不符合逻辑 怎么可能 看到柳无邪上升 所有人睁大了眼睛 一脸的不敢置信之色 身体上升之后 双脚落在了杀人魔的锯锤上 一个俯冲 再次冲向另外一名针先进 这次的速度 要比刚才快一倍不止 而且后者也被打得措手不及 甚至来不及做出反应 银血刀斩下 咔嚓 巨大的头颅飞起来 鲜血喷射 无尽的法则 冲入太荒世界 前后也就千分之一刹那 柳无邪将其炼化 场中只剩下柳无邪跟杀人魔两人 他刚才是怎么做到的 你们看清楚了吗 每个人看向柳无邪的眼神 充满着一丝金句 他们想不通 也搞不明白 柳无邪是如何上升的 我看到一股强烈的气流涌动 好像周围空间变得无比坚固 一尊高级针先进开口说道 难道是空间术 次周议论纷纷 他们说的没错 柳无邪的确借助了大空间法术 并非借助空间移动 而是在短暂的时间内 让自己双脚空间加固之后 能称托起一定的重量 趁着空间加固的瞬间 柳无邪迅速拔刀 刺目对视 杀人魔眼眸中释放出心红之色 呼呼呼 没有多余的废话 杀人魔抡起巨大的铁锤 朝柳无邪横扫而至 整个笼子 早已被铁锤覆盖 看柳无邪往哪里躲 剩下最后一人 柳无邪压根就没打算躲避 全阴神针出现 化为一道强横的冲击波 诗 直接钻入杀人魔的眉心 消失得无影无踪 空梦 飞在空中的铁锤 突然狠狠地摔在地面上 砸下来的那一刻 犹如地动山摇 吸收 练话 柳无邪要将他们统统练话 借助他们体内的法则 帮助自己突破到上仙三重镜 这些人的储物戒指里面 藏着不少好东西 柳无邪找到数十枚二品仙丹 全部丢入吞天神顶 加上大量的真仙法则冲击之下 上仙三重大门 被无情地撞开 砰 一股澎湃的气势 从柳无邪头顶上迸发而出 顺利跨入上仙三重 这个结果 是所有人始料未及的 包括叶灵涵 还有阴阳二老在内 谁会想到 柳无邪就这样轻松结束战斗了 还顺利突破一重修为 一灵涵有种结后余生的感觉 仿佛自己亲临战场 看到柳无邪杀死杀人魔 尽喜极而弃 两人也算是一起共患难过 谈不上身后的友谊 起码算是朋友了 阴阳二老脸色阴沉的都能滴出水来 地下全场培养这么多年的拳夫 被柳无邪斩杀如此之多 死去的这些拳夫 都是地下全场的财富 如今财富被人毁灭 可想而知 他们愤怒到了何重地步 又没有办法对柳无邪出手 活口已经开启 只能继续 太荒吞天爵运转 周围刚凝聚出来的仙气 再次被柳无邪吞噬一空 好可怕的吞噬速度 周围那些人一脸惊骇之色 柳无邪战斗力彪悍不说 连修炼都如此恐怖 气势不断攀升 前后也就眨眼间的功夫 柳无邪就站在了上仙三重中后期 时间紧迫 又连续突破两个胸围 等结束实战后 需要好好闭关沉淀一番 铁门打开 九道人影出现在柳无邪面前 没有上仙境 清一色真仙境高手 上仙三重 面对九名真仙一众 这是何等的讽刺 观战的那些人 已经笑不出来了 每个人脸上流露出民众之色 越到后面 战斗越加的惨烈 地下拳场肯定不会让柳无邪活着离开 九人进来后 目光全部落在柳无邪的身上 刚才那一战 他们九人尽收眼底 很精彩 柳无邪将战斗技巧 还有杀人技巧 运用的淋漓尽致 达到一个最巅峰的水准 连这些真仙境 都望尘莫及 只有经历过无数次杀戮 才能凝练出来这些技巧 柳无邪看起来年纪轻轻 怎么会有如此强横的杀戮之心 地下拳夫 哪一个不是经历无数场生死决斗历练出来的 但是此刻 他们面对柳无邪的时候 竟然诞生了一丝巨异 夹路相逢勇者胜 这是柳无邪告诉石娃的话 现在 这句话用在了自己身上 每一名拳夫手里沾染着无数鲜血 他们不怕死 更不怕战斗 但是这一刻 他们的信心 开始动摇了 尽心动摇 这是武者大忌 九人手持兵器 刀 剑 插 挤 判官笔 尺子状的兵器 各种兵器都有 九种不同的元素在空中酝酿 像是一道强横的气流 同时冲向柳无邪 目光横扫一圈 将九人尽收眼底 舔了舔心红的嘴唇 柳无邪嘴角浮现一抹残酷的笑容 战吧 没有多余的废话 突破到上仙三重 柳无邪迫不及待需要一场战斗 将他们全部练化 可以帮助自己提升到上仙三重后期 各种华丽的招式 形成铺天盖地之势 朝柳无邪笼罩而下 能看出来 这些拳夫没有什么配合 应该是临时凑到一起 这些拳夫彼此不认识 配合起来 肯定束手束脚 这就给柳无邪带来了机会 趁着他们配合还不熟练 柳无邪要尽快多斩杀一些人 手持引血刀 横冲出去 突破到上仙三重 速度要比刚才更快 大脑中明明有很多身法先术 却不敢动用 只能靠着最原始的步法 脚步轻盈 每一步仿佛都踩在大道的韵律上 九人的攻击 全部贴着他的身体飞出去 诡异 太诡异了 这小子难道有未不先知的能力 连那些灵仙境都看不懂了 面对每一次的攻击 柳无邪都能轻松避开 每个人感觉自己这些年都修炼到狗身上去了 只有叶灵寒心里最清楚 在湖泊的时候 他两次击杀柳无邪 都被他成功躲开 这也是他为何调查柳无邪的原因 他不相信 柳无邪只是一个普通人 身上肯定有什么大秘密 这一切都是鬼谋的功劳 他们的5G运行轨迹 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踩着奇怪的步伐 柳无邪出现在两名真仙境面前 不要 面对刀士的碾压 两名拳夫身体急速后退 他们怕了 柳无邪的杀人手法太过恐怖 跟他交战的拳夫 没有一人能保留全尸 全部被他吸收炼化 到底他修炼什么功法 可以吞噬他人来完成进化 千介道士出现过类似的功法 不过吸收的时候 需要小心翼翼 以免遭到反噬 从柳无邪身上 完全看不到这一点 能在极短的时间内 完成突破 柳无邪的刀士越来越凶猛 像是一尊万捕凶兽 盯上了他们两个 随着银血刀的斩下 两人彻底放弃了抵挡 无边无际的刀气 弥漫而出 其他拳夫 居然无法靠近 突破到上仙三重 战斗力提升一倍之多 就算是面对真心二重 也有一战之力 刀锋所过之处 空中留下一道雪红色的影子 像是夕阳残雪 煞是美丽 第1755张无名之商 刀锋横切出去 带起了一盆雪雨 像是一道残阳之雪 在空中泛出朵朵雪花 被锁定的两名修士 死于银血刀之下 柳无邪犹如虎入羊群 开始肆无忌惮地屠杀 银血刀每一次落下 都能带走一条鲜活的生命 周围那些修士已经麻木了 一些胆小之辈 不断后退 银血刀释放的气息 让他们很不舒服 前后也就三夕时间 五名全夫死于柳无邪之手 太快了 快得众人思维还没反应过来 嘶嘶嘶 一阵阵到西凉气的声音在四周响起 每个人眼眸充满着不敢置信 这也太彪悍了 连那些灵仙境 此刻都是呆滞状态 换作他们 当然可以轻松屠杀真仙一众 可是柳无邪只有上仙三重镜啊 这完全颠覆了修炼常识 越级挑战并不稀奇 能连续作战这么久 还能轻松越级挑战 这就说不通了 难道柳无邪的仙气 可以永无休止地使用下去 这一直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 随着战斗不断深入 柳无邪的仙气 不仅没有损耗 反而越来越强盛 剩下四人 竟然朝后民退去 他们不敢面对柳无邪的眼神 废物 阴阳二老怒了 手指一点 寒光浮现 剩下四人 直接被他们给抹杀了 剧心已经弥漫 被柳无邪杀死 是迟早的事情 还不如尽快结束第九战 柳无邪也没想到 阴阳二老如此狠毒 吞天神鼎悄悄祭出 地面上出现四个黑洞 将他们四人全部吞噬掉 最初吞天神鼎 只能演变出来一个黑洞 太荒吞天爵进入生死变后 吞天神鼎也开始分裂 可以同时出现好几个黑洞 一起吞噬 不仅是吞噬速度 还有炼化速度 要比之前快了好几倍 烈化九人后 柳无邪气势更加纯粹 站在那里 犹如一尊神圣 不可侵犯的诸神 银血刀还在滴着鲜血 最后一战 即将来临 柳无邪能不能闯过去 谁也不知道 铁门缓缓打开 奇怪的是 第十战并没有出现 十名全夫 人数越多 不代表战斗力越强 龙子面积有限 人数太多的话 反而限制他们施展 一老一小 两人并排走进龙子里面 踏入的那一刻 地面上瞬间解满寒霜 连四周龙子上 都挂上了冰六子 金明修士双手抓住铁龙 来不及挪开 发现自己双手 竟然跟龙子冻在了一起 在同伴的帮助之下 这才将手拿开 发现双手里面很多筋脉 已经被冻伤 靠强横的杀器 能将杀器凝聚成实质 这两人很不简单 柳无邪暗暗说道 杀一化形 化为一道道恐怖的兵舰 直逼柳无邪而来 还未交战 战斗已经开始 年龄稍大的老者 修为达到真仙三重 年纪较小的也有真仙二重 当两人进来后 并未出手 而是迅速盘膝坐下 他们面前各自摆放一枚古琴 精粹的琴声 仿佛洞穿了天地阻力 形成一道阴波 冲向柳无邪的魂海 一阵剧烈的疼痛袭来 柳无邪眼眸中流露出一丝痛苦之色 他的魂海 竟然出现一丝裂痕 天道神书释放出强横光泽 断魂术运转 将裂开的缝隙和尚 魂力攻击 这已经不是阴波攻击那么简单 两人将琴声融入魂力 形成致命一击 仅仅是阴波攻击 倒也不惧 阴波攻击是人的魂海 让人心烦意躁 一些静心觉就能化解 魂力攻击则完全不同 它即拥有阴波冲击 还有魂力攻击 将两种仙术 完美地融合到了一起 这才是可怕之处 单独魂力攻击还是单独阴波冲击 对柳无邪构不承认和威胁 两者叠加 那就未必了 年龄较大的手持六弦古琴 年纪较小的手持四弦古琴 六弦古琴声音清脆 四弦古琴声音厚重 取长古短 一道道诡异的音律朝柳无邪袭来 当当当 琴声再次响起 犹如金戈铁马 纵横苍穹 周围那些铁笼上的冰六子 纷纷飞起来 化为冰箭 全部指向柳无邪 站在笼子边缘的那些修饰 拿出东西堵住自己的耳朵 就算这样 依旧无法阻隔音波的冲击 大部分力量 针对的是柳无邪 外围那些人 只受到十分之一的冲击 都感觉快要疯了 可想而知 柳无邪处于中央位置 遭受多么大的压力 天道神书牢牢守住他的元神 任由魂力袭来 无法撼动分毫 以血刀斩下 飞射而至的冰箭全部炸开 化为一团寒流 身体一步不朝两人走去 柳无邪要尽快杀了他们 刚迈出去一步 两道琴音通然合并 化为一尊猛虎 直接撞向柳无邪的心口 砰 柳无邪身体道飞出去 鲜血顺着他的嘴角一出 无法靠近他们两个 意味着柳无邪无法将他们杀死 不能杀死他们 就要遭受他们无休止的攻击 情况对柳无邪极为不利 这样下去 迟早会死于他们两人之手 奇怪 这两人从哪里冒出来的 为何以前从未听说过 这一老遗少 从未出现过在地下全场 应该是被地下全场血藏了 只有遇到危机的时候 才会让他们现身 好可怕的魂力攻击 这小子必死无疑 这一次没有人看好柳无邪 哪怕他连胜九战 最后一战 终究还是难逃死路 急声越来越急促 又是一尊猛虎出现 这次更加的凶横 张开了血盆大口 这要是被咬中 柳无邪不死也会重伤 不愧是真仙三重 顿战斗力 要比真仙一重强横几十倍也不止 柳无邪摔在铁龙边缘 来不及抹去嘴角的鲜血 猛虎已经到了 叶灵寒非常着急 直奔柳无邪这边而来 别过来 柳无邪大喝一声 让他们赶紧退 雕九战还有梁寒三人 跟在叶灵寒身后 叶灵寒倒是能抵挡下来 但是雕九战三人 会瞬间被阴波洞穿灵魂 柳无邪做了这么多 是希望他们能活下来 如果他们都死了 做这么多又有何意 叶灵寒定住脚步 目光死死的看向场中 如果柳无邪有个三长两管 他肯定不会放过地下全场 猛虎越来越近 地面开始晃动 大地开始咆哮 浓烈的血腥之气 扑鼻而来 柳无邪必无可避 并没有站起身子 刚才一番冲击 对他伤害很大 面对这些三重 柳无邪胜算极低 不论是魂力冲击 还是武力交战 都没有胜算 突然之间 柳无邪举起银血刀 狠狠地拍在铁龙上 光一道刺耳的声音出现 形成一道无形的波动 像是连翼一般 朝四周滚滚而去 飞奔而至的猛虎 碰到连翼之后 出现了大量的裂痕 这一幕 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这小子竟然也懂音律 一鸣铃先进发出一声惊呼 柳无邪刚才看似随意的一次拍打 却能轻松找到对方音律的破绽 光一血刀再次拍下 这一次的力道 要比刚才更加强烈 秦城的鱼波 卷起地面上的青石 狠狠撞向猛虎 空 扑过来的猛虎四分五裂 被柳无邪的音律破解 铁龙陷入短暂的寂静 那一老一哨并未出手 而是相视一眼 从彼此眼眸中 看到强烈的战役 其逢对手 江玉良才 他们多年没有遇到像柳无邪这样的音律对手了 趁此机会 柳无邪拿出一枚丹药吞入口中 得到丹药的滋养 身体已极快的速度恢复 仗着天地一体劲 刚才一番冲击 只是受到一些轻伤 换作其他上仙境 早已四分五裂 众人早已神经麻木 柳无邪不仅魂力强大 肉身强大 仙气强大 连他恢复能力都如此强悍 一老一哨相互点了点头 看来达成了某种默契 柳无邪眼眸中流露出一丝凝重之后 他身上没有其他乐器 想要击败对手 只能靠手里的银血刀了 我们这些年合作了一首无名之商 从未有人能走到第三段曲率 希望你能让我们完整的演奏出来 那名老者开口说道 他们合作了很久 共创了一首无名之商 可惜遇到的对手 只听到第三段曲率 就被杀死 这也是他们一大遗憾 无法将完整的无名之商演绎出来 刚才柳无邪展露出来的音律天赋 让他们眼前一亮 柳无邪点了点头 名神被战 但从名字来看 这首无名之商 一定很不简单 柳无邪对音律一道非常精通 倒也不惧 两人轻轻抚摸琴弦 一道道悦耳的音律 充斥大家的耳朵 非常的享受 这不像是一首杀人曲目 宛如春风吹拂他们的面孔 那种感觉 仿佛置身幻境当中 每个人沉醉其中 竟然无法自拔 好美的曲子 不少人听得黯然神伤 曲子时而轻巧 如同高山流水 时而奔腾 犹如海水咆哮 时而嘶吼 如同战场杀敌 时而忧伤 如同少女抽烟 时而年长 如同空谷回音 每一种曲风的变化 都让人身临其境 柳无邪眼眸中 释放出淡淡的金光 没想到两人能创造出 如此精妙的曲子 站在笼子周围那些人 低于高级真先进的那些修士 已经失去了自我 他们沉醉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如果柳无邪不能破解无名之伤 将永远迷失其中 直到死亡 第1756章先写交注 曲风时而悲惨 时而开心 时而委婉 时而激昂 众人的情绪 随着曲风起伏 连那些灵仙境 此刻都沉寂其中 一首曲子 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境 甚至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柳无邪面前的视线一点点模糊 仿佛无数指触手 在他面前不断地抚摸 像是母亲在朝他招手 父亲流露出慈祥的笑容 天道神书一动 面前的所有景象全部消失 四周恢复清明 这只是曲目第一段而已 就造成如此强大的幻境 柳无邪脸上流露出一丝凝重 一老一少继续弹奏 双手速度 要比刚才快了半拍 曲风一变 无尽的沙发之气 从四中涌来 沉迷于幻想中的那些修士 开始挥舞着双手 朝四周拍打 他们面前出现一个个怪物 想要将他们吞噬撕碎 阵阵铁蹄声在柳无邪耳边响起 此刻的柳无邪 处于战场中心地带 面对铁蹄的践踏 随时都能卷入铁蹄之下 躲避 终究不是办法 柳无邪必须要反击 无名之伤 音律平缓 却直指人心 不少玄仙境脸上流露出一丝动容 运起神石 抵挡无名之伤的冲击 光 银血刀撞击在铁笼上 发出金属般的冲击 没有任何规律可言 严格来说 这是一种噪音 柳无邪通过噪音 成功化解了第二段曲律的攻击 音律交战 未必两人都是奏乐 可以通过打断对方的节奏 来扰乱他们的心神 每一篇乐律 跟杀人5G一样 有自己的破绽 柳无邪准确找到无名之伤的破绽 利用噪音将其打断 一滴鲜血 顺着那名年纪较小的男子口中溢出 柳无邪蕴含魂力攻击 竟然造成了对方反噬 颈风还在变化 这次变得高亢 嘹亮 不少人跟着起舞 空中出现一道道寒芒 像是牛毛细针 漂浮在柳无邪面前 这些牛毛细针铺天盖地 将柳无邪笼罩其中 每一根牛毛细针 都是音律的变化 可以轻易动穿人的原神 柳无邪闭上了眼睛 对周围的一切充耳不闻 仿若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音血刀举起 当音律进入高亢的那一刻 突然拍下 光当 这一次的声音要比刚才还要强烈 正要刺下来的牛毛细针 全部炸开 化为一团魂力消失在天地之中 没有兵器撞击 没有招式比拼 所有人都清楚 音律较量 要比武器搏斗 更加的凶险万分 招有不慎 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在场除了他们之外 也有不少人精通越律 虽不如他们三人 却也不可小觑 这个小子连续两次 都找到对方音律的弱点 到底是巧合 还是他的音律更高人一筹 易明灵先进开口说道 柳无邪两次拍打铁笼 成功化解危机 仅仅是巧合那么简单吗 没有人知道 易灵涵同样是一头雾水 以他对柳无邪的了解 只是正法术厉害而已 没想到他的音律 竟如此高超 每个人都看出来了 两次破解音律冲击 绝不是巧合那么简单 柳无邪必定是情道高手 进入传说中的第三曲律 这么多年 能坚持到第三曲律寥寥无几 最终都死于他们秦术之下 柳无邪依旧是紧闭双眼 中围的一切 充耳不闻 仅因时而激昂 时而沸腾 时而狂风 时而奏语 地面上飞沙走时 铁笼里面的青石早已炸开 化为无数碎片 漂浮在半空之中 柳无邪单手拿着银血刀 这一次没有敲击铁笼 而是将银血刀轻轻敲击地面 开始的时候速度很慢 听不出什么节奏 只能听到哒哒哒的声音 像是在敲击沐语 随着时间的流逝 敲击声越来越快 地面上的青石竟然没有破裂 却能发出清脆的声音 节奏时快时慢 时而清脆 时而沉闷 砰砰砰 漂浮在空中的青石 一个接着一个炸开 交风 这才正式开始 去空上出现一团风暴 盘旋在铁笼上面 你来我往 风暴一会吹向柳无邪 一会吹向那一老一少 庄方僵持住了 银血刀敲击的速度还在加快 两人双手全部放在琴弦之上 那名年纪较小的男子 突然站起来 右手扣住两根琴弦 躲然波动 枪枪 两道枪枪声传出 犹如战马奔腾 化为两条灰色蛟龙 穿梭于风暴之中 蛟龙盘旋 张开雪盆大口 仰天一声咆哮 随后冲向柳无邪 周围那些人看得如痴如醉 从未见过如此精彩分层的战斗 尤其是那些修为较低的修士 柳无邪成功将他们从幻境当中拉回来 对柳无邪投射过来感激的眼神 支持柳无邪的人越来越多 这让阴阳二老脸色很不好看 就算他们胜了 也胜之不武 地下全场的声誉将一落千丈 交往栖身而下 盘旋在柳无邪的头顶上 随时能将柳无邪吞噬掉 银血刀继续敲击 这个时候 柳无邪的左手拿起一块石头 敲击身旁的铁笼子 右手银血刀敲击地面上的轻石 左手拿起石头敲击身旁的铁笼子 两种截然不同的音律 让人听得莫名其妙 但是对面的老者 眼眸一变 一心二用 柳无邪竟然可以同时操控两种音律 普通人并不知道柳无邪在做什么 但是对于音律大师来说 柳无邪的举动 已经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两柄神功出现在虚空上 上面出现两枚骨剑 骨剑瞄准两头胶芒 随着月律的变化 神功不断调整形态 越来越大 神功拉满弦 犹如一道弯月 秋休 两枚骨剑暴射而出 直接洞穿了胶芒的脑袋 虚空传来一阵晃动 没有太强的气浪涌动 这是魂力的较量 交蟒四分五裂 论魂力 他们两个远不及柳无邪 虽然柳无邪魂力还无法达到真仙三重镜 但是他有天道神书相助 又是两枚骨剑架在神功之上 这次瞄准对面一老一哨 场面顿时紧张起来 阴阳二老相互看了一眼 要不要出手杀了柳无邪 玉灵涵一直暗中蓄力 他们两个要是敢对柳无邪出手 他会毫不犹豫阻截 弓弦拉满 刚才所有人都见识到了神功的厉害之处 如果射中他们两个 可能会造成他们重伤 就在这个时候 那名老者站起来 突然咬住自己左手的小指 咔嚓 脚指突然断裂 鲜血染红了古琴 吸收鲜血之后 古琴释放出妖艺的光泽 这一幕 让所有人骇然大惊 不明白老者到底在搞什么鬼 以血为瘾 以命为情 以魂为蛆 以身为绿 柳无邪吐出十六个字 每一个字 充满着沧桑之气 你很懂琴 可惜我们之间注定不能共存 听到柳无邪说出这十六个字 老者竟然笑了 小指从他嘴里吐出来 失去一根手指头 丝毫不影响他弹琴 相反要比刚才更加的急促 琴弦之上 沾染着大量的血液 琴身上 那些血液渗透进去后 释放出妖艺的光泽 老者已经抱着破釜沉舟的打算了 用生命化为古琴 用灵魂化为曲子 用身体化为音律 用鲜血浇筑琴身 只有疯子才会这么做 年轻男子双手放在古琴上 轻轻撩拨琴弦 进入第四段曲律 老者主弓 青年主手 一弓一手 两人配合得天衣无缝 当老者拨动琴弦 天地陡然一荡 用特殊材料打造的铁龙 出现密密麻麻的裂痕 铿锵有力 音律到了空中之后 不断的幻化 开始是一柄长剑 到了柳无邪面前的时候 化为一枚银针 砖透力极强 柳无邪的护身针器 根本无法抵挡 银针越来越近 已经逼近柳无邪的瞳孔 看似实质 却是虚幻的 贸然用兵器去格挡 只会死得更快 因为银针无形物质 就算你用兵器去撞击 也会轻松穿透你的兵器 一灵寒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当老者咬断手指的那一刻 不少人都吓到了 真正的音律之道 是淳朴 是质感 是善良 是柔和 是导人向善 是圣人之声 柳无邪突然叹息一声 流露出一丝可惜之色 面前这两人音律天赋极高 可惜他们太执着了 将所有的音律执着于杀人 却忽略了最本质的东西 绿绿除了能杀人之外 还可以导人向善 还能劝人善良 从一开始 柳无邪就没有施展最精妙的音律 一直是破解 既然他们求死 那就成全他们 不杀柳无邪 两人绝不罢休 他们已经将生命 跟曲子绑定在了一起 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 银血刀敲击地面的速度不紧不慢 手中的石头继续敲击铁龙 极其的有规律 不少人竟然跟着柳无邪的节奏 开始欢快地舞蹈 暴摄而至的银针 漂浮在柳无邪面前 竟然无法穿透过去 在柳无邪周围 出现一股无形的磁场 任何东西 都无法逼近磁场深处 这就是音律的妙用 可以随意地改变 漂浮在空中的两柄神功并未消散 一直对准他们两人 那名年轻男子 双手连续拨动十次琴弦 虚空上再次出现两头娇蟒 这次要比刚才还要恐怖几分 该结束了 柳无邪不愿意跟他们继续纠缠下去 结束这一场 活口挑战结束 第1757张天绝琴 面对飞扑而下的娇蟒 柳无邪无动于衷 两柄神功同时对准他们两人 音血刀举起 极其有规律的舞动 释放出淡淡的波纹 空气传来一阵共鸣 以天地为蛆 以星辰为绿 咬断小指的老者脸色惊变 瞳孔之中 流露出恐惧之色 他以灵魂化为曲子 以身体化为音律 这是下诚之道 此刻才知道 他面对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怪物 一个可以拿天地法则刻画曲律的人 一眉眉跳动的乐福 漂浮在空中 钻入神功深处 乐福也是俘虏的一种 不同于其他俘虏 他不具备强大的攻击性 却能增加曲子的威力 既有气纹 单有单纹 乐律也是一样 有属于自己的乐福 扑下来的胶莽 承受不住神功的碾压 身体出现大量的裂痕 柳无邪要速战速决 不想跟他们拖下去了 中围那些修饰 完全是呆滞状态 他们看不懂柳无邪的操作 地下全场深处 建造一座圆形屋子 可以清楚的看到整个地下全场 里面端坐几名老者 轻衣色圆仙境 修为极其的恐怖 阴阳二老在地下全场 只是普通角色 算不得高层 这小子不简单 竟然能领悟出来天地乐福 一名原先老者开口说道 我们要不要杀了他 柳无邪一旦成功闯过火口 地下全场将损失惨重 就算柳无邪死在这里 地下全场的损失 也无法弥补回来 暂且不要动他 他是青年道场的导师 又是叶灵涵的助理 杀了他 叶灵涵肯定会牵怒我们地下全场 虽然我们不惧 但是他父亲叶公海是个人物 一尊白发老者开口说道 地下全场隶属于东黄阁 按理说道不至于怕了叶公海 只是没有必要产生冲突罢了 柳无邪虽然给地下全场 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通过刚才实战 地下全场同样赚的盆满钵满 一万多名修士 超过八成的修士购买地下全场会赢 谁会想到是这样的结果 死了拳夫 赢了先时 对于地下全场来说 并不吃亏 短短几个时辰 关于柳无邪还有叶灵涵的事情 地下全场调查的一清二楚 要是阁主追究起来 我们担当不起 我们地下全场什么时候遭受挑衅过 不管如何 柳无邪斩杀全夫的事情 对地下全场来说 肯定会造成一定的口碑影响 暂且不杀他 又不代表此事就此作罢 尽可能避开叶公海 将此人解决掉 那名白发老折眼眸中释放出一丝寒气 当着大家的面杀死柳无邪 第一是口碑不好 第二叶灵涵也会干涉 最好的办法 避开叶灵涵 再来对付柳无邪 神功满弦 犹如一轮弯月 秋休 两枚古剑暴射而出 空气传来一阵暴鸣 古剑无形物质 乃魂力所化 却真实存在 柳无邪将断魂术的一些手段 融入到古剑之中 拥有洞穿魂海的能力 一老一少 他们的魂力 已经消耗得七七八八 一手无名之伤 已经接近尾声 当最后一个曲调结束 古剑顺着他们的眉心 钻入他们的魂海后 消失得无影无踪 时间在这一刻 仿佛陷入了静止 笼子周围那些人屏住了呼吸 以免打断这宁静的一刻 柳无邪无力地坐在地面上 身体中的太荒仙气 所剩无几 这最后一战 才是最艰苦的 超过一万块仙石 被他丢入吞天神鼎 化为无尽的液体 导入太荒世界 以免还有危险 柳无邪要时刻让仙气 保持充盈状态 得到灵液的浇灌 太荒世界中的仙气 恢复了七成左右 这才站起身子 除了脸色有些惨白 身体并无大碍 好曲子 那名年轻的男子 艰难地说出三个字 身体仰天倒下 一点点干瘪 化为一张人皮 一曲干长断 天涯何处密之音 没想到老夫在临死之际 还能遇到之音 虽死无憾 这把古琴就送给小友了 老者脸上丝毫没有因为死亡的到来 有一丝的恐惧 反而流露出一丝释怀 还有一丝欣慰 能在临终之际 听到如此天外之音 参悟更高的琴到境界 让他灵魂得到了极大的升华 说完 将手中的六弦古琴扔给了柳无邪 希望他不要埋没这把古琴 柳无邪伸手接过古琴 上面的血迹早已不见 被琴身全部吸收 天绝琴 看到琴身上面雕刻的三个字 柳无邪脸上流出一丝震惊之色 老者还未死去 魂海被古剑洞穿 最多也就能活使几个呼吸时间 没想到失传已久的天绝琴 竟落入小小的真仙境手里 让柳无邪一阵错愕 天绝琴并非什么逆天神器 而是当年打造他的人 乃天绝老人 胸为极高 达到了仙尊境 琴身用罕见的长生木打造而成 这种树木 极其的罕见 整个仙界 也找不到一两株 用它来制作琴身 还真是奢侈 单凭这个琴身 就价值无量 况且还是出自仙尊之手 你竟然知道先祖 这次轮到老者流露出错愕之色 这把天绝琴 的确乃他先祖天绝老人炼制 随着天绝老人的消失 这把琴一直在后代流传 可惜一代不如一代 没有让天绝琴重现辉煌 提及先祖 老者脸上流露出一丝愧疚之色 天绝无情 长生绵绵 柳无邪轻轻抚摸这天绝琴 对于琴道爱好者来说 这是一把完美无瑕的古琴 没有任何瑕疵 每一个乐福 雕刻精美无比 天绝老人为了打造这把古琴 没少花费心思 他对琴道的追求 称之为第一人都不为过 我就用一手掌声区 送你最后一程吧 柳无邪坐下 将天绝琴放在腿上 轻轻弹奏 长生区 望长生 又有多少人能问鼎长生之道 曲子绵绵悠长 如大海在歌唱 如同小鸟在唱歌 如同树木在摇曳 如同白云渺渺 站在笼子周围那些修士 进入一种莫名的境界 有人痛哭 有人流涕 有人大笑 有人神伤 两滴泪水 顺着叶灵寒眼角滑落 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连那座圆形屋子里面端坐的几名老者 此刻都是一脸惊骇之色 长生区并不具备攻击力 却能导人向善 洗涤人体内一些黑暗之气 那些痛哭流涕的人 意识到自己内心黑暗的一面 才会大哭 站在对面的老者 脸上堆满着笑容 身体缓缓倒下 泥流之前 没有任何遗憾 当最后一个曲掉落下 柳无邪缓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没想到这天绝情 还能净化自己的灵魂 这让柳无邪很是吃惊 以后没事的时候 可以多多抚情 帮助自己原神净化 一首好听的曲子 能改变一个人的灵魂 伸手一招 老者尸体被柳无邪收起来 没有炼化 等找个安静的地方 将其埋葬 天绝情被柳无邪收入储物戒指 世人只知道天绝情乃天绝老人所创 却不知道 天绝老人将毕生的心血 都倾注在这把天绝情之上 秦身里面 肯定隐藏着大秘密 这里人太多 柳无邪没时间查看 天绝老人不仅情义双绝 最重要他还是用刀高手 我可以带他们离开了吗 对面铁门没有继续打开 意味着柳无邪成功闯过了火口 实战全胜 阴阳二老没有说话 等于默认 靠近柳无邪的这一侧铁门打开 柳无邪缓缓缓从里面离开 逸林寒迅速靠近 以免其他人偷袭 雕九至还有梁寒三人 喜机而泣 抱着柳无邪的胳膊 一脸的感激之色 今晚没有柳无邪 他们三个都要死在这里 不要说话 我们回去柳无邪打断了他们 赶紧穿过人流 顺着时间回到了地面上 此刻东方已经露出一丝鱼杜白 不知不觉 一夜时间过去 地下全场还是热闹非凡 很多人还在议论刚才那时战 尤其是柳无邪最后一手掌声躯 让人流连望返 回到街道上 柳无邪加快了脚步 路过街角的时候 哇 一口鲜血从柳无邪口中吐出 最后一战 虽然击杀了他们 柳无邪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他的魂海 遭受轻微的冲击 倒不是很严重 如果有修复灵魂的丹药就好了 无名之伤果然厉害 将乌血吐出来 柳无邪脸色好看了很多 无邪 你怎么样了 玉玲寒一脸的焦急之色 赶紧检查柳无邪的身体 发现他的身体并无大碍 连后背上的伤口都恢复如初 我没事 只是灵魂遭受一些冲击 我需要购买玉魂丹 柳无邪示意他们不用担心 只要不动用太强大的魂力 不会有什么影响 玉魂丹乃四品仙丹 市面上很少见 玉玲寒虽不是炼丹师 从小学习了很多炼丹知识 这玉魂丹可是四品仙丹 堪比林先进了 整个青年道场 能炼制出来的没几个 况且玉魂丹的丹方早已消失 就算有炼丹师愿意炼制 没有丹方 巧妇也难做五米直吹 玉魂丹虽然是四品仙丹 炼制起来要比五品仙丹还要复杂 但是药效仅仅是治愈灵魂 很多炼丹师 早就不愿意炼制这种丹药了 药效丹一 炼制复杂 丹方失传 难怪叶灵寒这幅表情 魂海受创不是很严重 靠天道神书 一个月时间倒也能全部恢复 所以并不是很着急 如果买不到玉魂丹 大不了自己炼制 实在不行 只能等一个月后了 第1758张我要杀了他 街道上的商铺 陆陆续续开门 柳无邪手里多了47枚储物戒指 打算购买一些物资回去 最好能买到帮助自己提升修为的丹药 争取早日突破到高级上仙境 修为越高 在仙界活下来的概率越大 虽不是四面楚歌 如今柳无邪的处境并不是很好 青年道场很多导师 对他虎实淡淡 讲过离开青年道场 一切又要从头开始 没有修为 走到哪里都会遭人欺凌 不论凡界还是仙界 都是强者为尊 弱者没有任何话语权 将储物戒指中的物资整理出来 柳无邪眼眸狂跳 从他们身上搜刮到了接近300万仙石 尤其是最后出现的那些真仙境 每人身上都找到几十万块 除此之外 还有大量的兵器 仙药等等 丹药道也有不少 大多是普通的三品仙丹 对柳无邪帮助不是很大 最多只能帮助他提升太荒仙气 还有大量的炼器材料 这些可以帮助银血刀 尽可能完善银血刀的品质 路上的时候 雕九志一路道歉 因为他 险些害死了这么多人 内心很是过意不去 你们如果真的过意不去 以后帮我做事 可以抵消学费 柳无邪将神石收回来 对着雕九志还有梁寒三人说道 导师尽管吩咐 我们一定会替导师完成 雕九志拍着胸脯保证 哪怕是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柳无邪出道仙界 一切要重新开始 需要收集大量的信息 现在正缺少人手 当年追杀他的那些人 有多少活着 又有多少死去 柳无邪暂且还不清楚 讲过重新打造天道会 太耗时耗力 只能放弃 只要自己修为达到一定的程度 可以开启先路 将家人接上来 不急 我们现在去购买丹药 雕九志他们修为同样太低了 方圆万里都出不去 更别提打太消息 等他们成长起来再说 为了避免他们有太多的心理压力 柳无邪每天也会安排一些任务给他们 不管能不能买到御魂丹 柳无邪还是打算试试 丹摘 很雅致的地方 因为刚开门 客流不多 柳无邪他们是第一批客人 展柜打开 里面摆放大批的丹药 雕九志他们三个 从未来过这种地方 左看看右看看 脸上尽是兴奋之色 一枚普通的二品仙丹 竟然能卖到五千仙十 三品仙丹 价格更是翻了好几倍 普通的一枚也要好几万 能提升修为的那种三品仙丹 价值十几万 一般的真仙境 都未必能买得起 柳无邪放弃那些三品仙丹 才练化火灵丹不久 继续练化类似的丹药 意义不大 除非能找到级别更高的丹药 而且太荒世界打开了引界 拓宽了不少 服用再多的火灵丹 也无济于事 四品仙丹就很罕见了 堪比零仙境 价格在十万到几十万不等 就算是叶凌寒 身上充其量也就几万仙十而已 柳无邪能获得这么多仙十 跟那些人是全夫有关 换做普通人 真仙境身上充其量也一两万 五品仙丹 丹摘已经很少见了 一枚五品仙丹最便宜 也能买到三十万仙十 能提升悬仙修为的五品仙丹 更是高达百万仙十 至于六品 市面上很罕见 达到这种层次的仙丹 需要的原材料更加稀少 掌柜的 有卖玉魂丹吗 柳无邪目光横扫一圈 大部分丹药尽收眼底 没有看到玉魂丹 这才出言问道 不好意思 玉魂丹很多年没有出现了 掌柜的流露出一丝歉意 柳无邪脸上闪过一丝失望 虽然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听到没有 还是有失落感 给我来三枚赤水丹 柳无邪转了一圈 最终停留在三枚赤水丹面前 这么多丹药之中 只有赤水丹对他有用 里面蕴含水属性 刚炼化了火灵丹 按理说 这时候不宜炼化水属性的东西 会造成水火不容 太荒世界不同于其他 水火虽然不容 却能起到阴阳同济的效果 刚柔病济 阴阳何必 才能达到圆润自如的程度 火旺 则气盛 不利于盛工 水意 则气亏 导致心工受损 只有两者平衡 太荒世界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世界 柳无邪不过小小的上仙三重镜 一次性购买三枚赤水丹 让掌柜的脸上流露出不敢置信之色 以柳无邪的修为 最多只能吞服二品仙丹 虽然丹摘不限制修为 也没有乱七八糟的规矩 仅凭三枚赤水丹价值三十万仙十 一般的上仙境 就根本拿不出来 换做普通上仙境 一枚就能突破一重修为 为了以防万一 柳无邪一次性购买三枚 太荒世界需要的能量是常人好几倍 多买两枚没有坏处 说完 拿出三十万仙十 扔在了掌柜的面前 看着三十万仙十 掌柜顿时换了一副脸色 公子稍等 我这就给您拿 连称呼都变了 误认为柳无邪是东皇城某个大家族的世子 只有那些大家族的弟子 才能挥金如土 一次性拿出如此多的仙十 你们一人去选择一颗 柳无邪看向叶灵涵还有雕九只他们几个 让他们一人选择一颗 我们不需要雕九只连连摆手 他险些害死导师 岂敢再要求其他 那我就不客气了 逸林涵丝毫不客气 选择了一枚阴涵属性的三品仙丹 吞服下去 能帮助他冲击到半步元仙境 价格要比赤水丹刀出不少 足足二十万 平时的时候 逸林涵哪里舍得购买 给我拿五十颗风云丹 柳无邪接过赤水丹后 又买了五十颗风云丹 这是二品丹药 价格很便宜 三十颗也就花费了十万仙十 掌柜的拿出五个瓷瓶 每瓶里面装着十颗 这是给你们的 尽快提升到高级上仙境 柳无邪拿出三瓶出来 雕九只三人一人一瓶 导师 我们不能要 雕九只连连摆手 不肯接下 都给我拿着 柳无邪呵斥一声 三人只好战战兢兢接过丹药 以后还需要他们为自己办事 尽可能提升他们的实力 柳无邪又不是无偿赠送 没有他们 自己也赚不到三百万仙十 说起来 还要感谢他们三个 买完之后 五人离开丹斋 柳无邪转而走进一座药铺 买来了很多灵药 眨眼间的功夫 三百万仙十 花出去了快二百万 这一路上 月灵寒一直骂他是败家子 坚实最大的作用 是帮助自己提升修为 如果不能 那现实如同垃圾 不要也罢 很多人一直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像是守财奴一样 一生守着那点财富 却不知道 财富最大的妙用 除了赚取更多的财富之外 另外一重作用 是提升自己的修为 完善自己的能力 已经是早上十分 快要到上课时间 挤人家快了脚步 回到青年道场 还没进入院子 外面已经聚集很多人 像如龙 发生什么事情了 看到自己院子 外面聚集很多人 一灵寒出言问道 像如龙就在外面 好像被人打出来了 叶导师 你可回来了 白金叶导师正在里面大发雷霆 石娃还被他打伤了 小千上去阻止 同样被他一掌打飞 像如龙快速说道 还有大量的导师跟学员聚集过来 没想到这大清早上就有如此爆炸性的事情发生 白金叶 听到白金叶三个字 月灵寒一头雾水 白金叶教导福道 跟他井水不犯河水 甚至彼此没有任何往来 他突然跑到自己院子大吵大闹 还公然伤人 简直是岂有此理 只有柳无邪 听到白金叶三个字 眉头微醋 对方可能是冲着我来的 柳无邪说完 穿过人流 进入院子之中 进入院子 里面一片狼藉 昨天夜灵寒刚收拾出来 就被白金叶破坏一空 连有无邪的屋门 都被白金叶一脚踹开 院子一侧 石娃浑身是血 小千左脸上有一道心红的掌印 正在给石娃包扎伤口 看到夜灵寒 白金叶目光流露出一丝阴狠 白金叶 你为什么闯入我的院子 还打伤我的学员 夜灵寒释放出无边的寒冰之气 院子里面的温度迅速下降 夜灵寒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理论 几个垃圾而已 就算是死了 也死不足惜 白金叶不愿意跟夜灵寒硬碰硬 他父亲是四方城城主 地位很高 又是神仙境 在青年到场 众人还是要给夜灵寒几分面子 被人骂做垃圾 石娃艰难的站起来 抽出随身匕首 就要冲出去 哥 脚牵连忙挖住石娃 以免他冲动 白金叶可是悬仙境 修为极高 我要杀了他 石娃怒吼 脸上青筋一根根冒出来 犹如一头责人而逝的野狼 对于石娃的威胁 白金叶选择了无视 目光落在了柳无邪身上 你就是柳无邪 犹如两道刺骨的寒芒 直逼柳无邪而来 像如龙还有张大山 他们跟在柳无邪身后 是柳无邪点了点头 这么多人在场 没有必要撒谎 你杀了我的侄子 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一股恐怖的杀意 以白金叶为中心 横扫而出 第1759章死福坛 众人还没反应过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 白金叶一个纵月 出现在柳无邪面前 蒲扇大小的手掌 朝柳无邪狠狠狠碾压下来 恐怖的悬仙之势 震断了柳无邪的束发带 一头黑发 迎风张开 并无可避 柳无邪虽然突破到上仙三重 面对悬仙境 依旧没有任何胜算 眼看手掌就要落下 柳无邪面前多了一道人影 滚开 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一灵寒出手了 寒气逼人 整个院子 笼罩一层淡淡的寒霜 砰 掌掌对撞 两人一起倒飞出去 柳无邪依旧站在原地 没有遭到任何损失 一灵寒 你敢对我出手 白金叶很是恼怒 一声怒斥 眼看就要诛杀柳无邪 替自己执事报仇 一灵寒却横插一脚 你为何要无缘无故 对我的导师助理出手 一灵寒往前一步 继续站在柳无邪面前 阻止白金叶对他出手 他杀了我侄子白 警服 你说我为什么要杀他 白金叶身上杀意越来越浓 每走一步 四周杀意就浓郁几分 一灵寒并不知道白 警服是谁 当日在拜月城出手就下柳无邪 只是为了报答救父之恩 至于平安商会跟白虎商会之间的恩怨 并不知情 就算他杀了你侄子 你堂堂玄仙对上仙出手 不觉得丢人吗 一灵寒发出一声讥笑 白金叶不顾玄仙身份 对上仙出手 传出去有辱青年道场的名声 一灵寒 别以为你父亲是四方城的城主 我就不敢拿你怎么样 我劝你还是乖乖的让开 这是我跟这个小子之间的恩怨 白金叶才不在乎什么身份 杀了柳无邪水又敢说什么 他可是福道导师 经年道场 教导五道导师最多 其次是单道 气道 阵法 至于福道 学习的道士不少 好的导师却不多 恋丹师很稀有 福道师更是少得可怜 该离开的是你 这里是我的地盘 想要杀他 先经过我这一关再说 一灵寒手中出现一把长剑 白金叶再不离开 休怪他不客气了 论修为 一灵寒碾压白金叶一头 自古以来 福道师的修为 远不及武道 只有那些武道修为天赋一般 才会选择其他门类 不能说福道不好 修炼福道 需要强大的神魂力 并非人人都能修炼 强大的福道师 厉害无比 每一枚福禄 都具备强大的攻击力 真正大战 叶灵寒可以轻松碾压白金叶 齿娃跟小千站在一旁 对白金叶怒目而逝 今日一早 白金叶闯进来后 不由分说 对他们兄妹大打出手 齿娃阻止 结果被白金叶打伤 脚牵上去理论 被白金叶一掌打飞 像如龙他们赶到的时候 白金叶已经打伤了他们两个 你想杀他吗 柳无邪目光看了一眼白金叶 随后落在石娃的脸上 齿娃双拳紧捏 双目喷火 不杀白金叶 绝不罢休 伤他不要紧 打了自己妹妹 肯定不能善罢甘休 为了小千 石娃可以付出生命 想 石娃坚定地点了点头 从未如此迫切地想要杀死一个人 白金叶 只要你击败了他 我可以答应你 跟你一决生死 柳无邪目光回到了白金叶的脸上 只要他能击败石娃 自己同意跟他生死战 哈哈哈哈 白金叶发出一阵狂笑 仿佛听到最好笑的笑话一般 连周围那些学员还有导师都愣了 柳无邪这是闹的哪一出 以为还像海边那样 靠着神奇的步伐来击败掩虎 同样的方法 继续使用肯定不会起作用 况且白金叶又不是掩虎 真正生死战 怎么可能一招分胜负 一灵寒转过脑袋 一脸呆滞地看向柳无邪 想要知道 他是不是脑子里面哪根神经搭错了 才会说出这种话来 这小子不会脑袋出问题了吧 让小小天仙一重 去跟玄仙较量 很多导师聚集在四周 只指点点 搞不懂柳无邪到底想要做什么 我觉得不寻常 这个柳无邪很不简单 经过短暂几日相处 很多导师对柳无邪刮目相看 海边击败掩虎 虽然有取巧的嫌疑 换作他们 在那种情况下 能击败掩虎吗 此周议论纷纷 吃娃脸上充满着疑惑 虽然他很想杀死白金叶 但是他自知不是白金叶的对手 柳无邪 你在哪我开心吗 白金叶笑完之后 眼眸低沉 杀意丝毫没有减弱 朝柳无邪扑天盖地而来 难道白导师不敢跟他打 柳无邪笑咪咪的样子 让人只抓狂 摸不到柳无邪到底要做什么 才会流露出抓狂的表情 好 我现在就杀了他 再来杀了你 白金叶眼神一冷 说完就朝石娃走过去 准备大开杀戒 哪怕留下以大欺小的骂名 今日也要斩杀柳无邪 一灵寒迅速上前 将石娃他们两人护在身后 白导师还真是心急 我还没说规矩 就这么迫不及待地想要出手 柳无邪继续往下说 白金叶定在原地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白金叶没时间跟柳无邪默默唧唧 周围聚集这么多导师跟学员 他也想尽快结束 周围那些人目光全部看向柳无邪 静等下文 白导师教导福道 你的福道肯定很厉害吧 柳无邪突然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 所有人听得满头雾水 提及福道 白金叶一脸的自豪之色 在青年道场 他的福道造一弹不上顶尖 绝对是出类拔罪 青年道场福道导师 一共有六人 论福道天赋 白金叶并不低 柳无邪 别卖关子了 赶紧说吧 不少导师忍不住了 出言问道 很简单 白导师跟他来一场福道比拼 而且是生死战的那种 如果他死了 我接受你的挑战 如果不信白导师死了 那我们之间的恩怨 也就一笔勾销了 柳无邪想过自己出手 这样容易暴露自己福道秘密 前世的很多东西 无法动用 运用到诗娃身上 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柳无邪的要求很简单 白金叶既然想要杀他 那自己何必手下留情 直接杀了他便是 免得夜长梦多 一灵寒不可能 时时刻刻守在自己身边 只要自己落单 以白金叶的人品 肯定会不犹豫的对他出手 所幸如此 柳无邪还不如先下手为强 你让我跟他比拼幅道 这次轮到白金叶愣了 他可是堂堂玄先辅道导师 跟小小的学员比拼幅道 真是可笑至极 难道白导师不敢 柳无邪的激将法百事百灵 先下套 再激将 最后收网 一气呵成 看似简单 想要达到效果 却非常之难 首先要烘托 给对方制造一种自己 必败无疑的场景 这样对方才会上当 趁着对方怀疑的时候 使用激将法 让对方骑虎难下 只能答应 每一部柳无邪计算的妙道豪颠 白金叶如果拒绝 证明他心虚 以后也不好意思 继续提出报酬的事情 答应了 很有可能中了柳无邪的圈套 白导师 您怕什么 对方不过天仙一重而已 就算浮到天赋再高 还能高于您不成 中为那些学员开始起哄了 他们巴不得事情闹得越大越好 他们就有热闹看了 直接这样杀了柳无邪 太过索然无味 主要是他们也好奇 柳无邪到底想要做什么 各种吹嘘白金叶的声音在四周响起 如果白金叶再不识去 自己的人气 就要彻底丢光 你想要怎么比 白金叶终究还是答应了 他不答应 四周那些学员艺人一口唾液 就能淹死他 柳无邪就是借助了周围那些人的好奇心 给白金叶施压 需要多么强大的心理素质 还有运筹帷幄的手段 才能做到这一点 叶灵涵越来越看不懂柳无邪了 其他人对柳无邪的了解 都是片面的 只有叶灵涵 他一直跟柳无邪在一起 待得越久 发现自己跟柳无邪的差距越来越大 我知道青年道场有一座福塔 里面有一座死福坛 谁先从死福坛里面走出来 就算胜者 柳无邪的规则很简单 既然是福道比拼 自然就不能动用武力 两人凭福道取胜 听到死福坛三个字 白金叶脸色微变 显然对这个死福坛有很强的忌惮之心 连周围的那些学员还有导师 脸色都变得有些煞白 挑战书已经下达 就看白金叶敢不敢接下 凭靠福道 柳无邪能免压白金叶数百个来回 却选择了迂回的方式 让石娃来跟他比 即隐匿了自己福道天赋 以免被人发现 又能帮助石娃报仇 也算是一举两得 他们兄妹兄为不如你 白导师就可以随意地打伤他们 我发起挑战 你却畏手畏脚 真让我瞧不起你 柳无邪说完摇了摇头 当众羞辱白金叶 石娃很解气 虽然他知道自己击败白金叶的概率只有一万分之一 依旧是无怨无悔地站出来 我要挑战你 高康的声音 在院子上空回荡 石娃不知道导师为何要这样做 但是他对刘导师的话 绝对言听计从 如果刘导师要害他 何必这么麻烦 当日不救他便是 第1760张暗杀术 石娃仰天怒吼 将摇摆不定的白金叶 彻底推到了风口浪尖 不答应 彻底沦为笑柄 连小小的学员挑战都不敢应战 以后白金叶如何教导自己的学员 痴者 信也 当一名导师失去了信任 自然不配为师 好 我接受你的挑战 白金叶目光对着的是柳无邪 至于石娃的怒吼 将之无事 一月之后 扶塔见 你现在可以滚了 柳无邪并未说明比斗日期 直到这时候 才突然提出 白金叶感觉自己又上当了 以为柳无邪提出来 立即去扶塔 谁会料到 柳无邪将日期延伸到一月之后 白导师不会连一个月都等不及吧 还是对自己的扶道不够信任 月灵寒趁机落井下时 尤其是后面这一句 白金叶如果反驳 证明他对自己扶道不够信任 不反驳 意味着同意柳无邪的条件 两人一唱一和 让白金叶脸色极其的难看 好 一个月后 我会亲手杀了你们两个 白金叶只能妥协 因为他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 从一开始 他就按照柳无邪设定的路线行走 慢走 不送 柳无邪挥了挥手 是以白金叶可以离开了 哼 就让你们多活一个月时间 白金叶气鼓鼓地离开了 来的时候气势汹汹 走的时候 灰头土脸 聚集在四周的那些导师还有学员 陆陆续续散去 石娃跟白金叶一个月后福塔生死比拼的事情 很快在青年道场传开 得知此次是端因柳无邪而起 很多人流露出怪异之色 比斗的人虽然是石娃 但是大家很清楚 挑战是柳无邪发起 石娃又是他的学员 柳无邪不可能认由石娃死去 所以这一战 更多人认为 这是柳无邪跟白金叶的较量 炼子恢复平静 叶灵寒脸上流露出担忧之色 接下来怎么办 石娃对福到一窍不通 你让他去跟白金叶比拼福到 岂不是自寻死路 逸灵寒道没有怪罪柳无邪 只是认为他太冲动了 像如龙等人没说话 但是眼眸中的担忧之色 已经说明了一切 没有人看好柳无邪 是在人为 柳无邪黑黑一笑 看不出一丝压力 今年道场六名福道导师 其中一人跟我关系还算不错 不行我去求求他 让他来指导石娃 还有一些胜算 逸灵寒哀怨地看了一眼柳无邪 说完就要离开院子 去找那名导师 我没猜错 你口中说的那名福道导师 也是你的追求者之意吧 柳无邪笑盈盈地说道 逸灵寒狠狠白了他一眼 算是默认了 青年道场追求他的导师 还有学员不在少数 此时因我而起 我不想假于他人之手 从现在开始 石娃单独跟我修炼 你们去上课吧 柳无邪打断了叶灵寒 让他不用去找其他人 就算找来了 柳无邪也不会用 因为这天底下 福道数超过他的人还真不多 叶灵寒没有说什么 学员既然来了 先上课 反正还有一个月时间 倒不是很着急 其他人都去上课了 只有柳无邪跟石娃 留在院子里面 跟我进来 柳无邪身上的衣服 沾染一些血污 没来得及换 白金夜就找上门来了 石娃老老实实 跟在柳无邪身后 进入屋子后 石娃安静地站在一旁 柳无邪则是换了一套衣服 害怕吗 穿好衣服后 柳无邪看向石娃 不怕 石娃一脸坚定之色 他不仅不怕 反而还有些期待 哪怕是死 也虽死犹容 从现在开始 我传授你的任何东西 不得对第三个人提及 包括小千在内 你能做到吗 柳无邪没有 收石娃为弟子的打算 只是借助石娃 度过眼前的危机 石娃绝对是可造之才 以后可以为自己 征战沙场 当年收胡适跟蓝鱼 是帮助徐家度过危机 周碧公语 是对方直接表明忠心 至于小洛 更多是洛海的一种计谋 目的是借助师徒关系 来拴住自己 目的给小洛看病 还为正儿八经收过弟子 石娃突然跪下来 咚咚咚给柳无邪 磕了十个响头 脑袋都磕破了 他很清楚 导师没打算收他为徒 在石娃心里 已经把导师当成自己的师父 对于石娃的举动 柳无邪没有拒绝 石娃发誓导师传授给我的东西 如果泄露出去一个字 天打雷劈 堕入轮回 一阵毒誓 从石娃嘴里说出来 你每天都要按照我传授给你的功法修炼 因为你只有一条手臂 并不适合使用长剑或者刀类的兵器 我传授你一门暗杀术 石娃性格就不适合使用大开大合之类的武技 只剩下一条手臂 暗杀术最适合他 听到导师要传授自己武技 石娃脸上流露出兴奋之色 只是不明白 导师应该传授自己福到才对 为何传授自己武技呢 柳无邪手中拿出一把匕首 朝石娃横刺过去 石娃躲避不及 脖子传来嘶嘶两意 接着柳无邪手中匕首不断变化 每一次落下 石娃身上都会留下一道细小的伤口 足足施展了数百刀 柳无邪这才收身而立 看清了吗 柳无邪朝石娃问道 石娃抓了抓脑袋 茫然的摇了摇头 他连导师的影子都没看清 就练暗杀术 要具备三个特点 第一心狠 第二身体敏捷 第三心性强大 这三样你基本都占了 柳无邪看好石娃 就是看重他这三点 常年作战 石娃身体非常敏捷 经过这么多年锤练 心性极其强大 至于心狠 指的石娃求生欲特别强 有了这三样 才能学习暗杀术 心性不够稳定 贸然修炼 暗杀术就会侵蚀你的原神 杀人是一门艺术 尤其是暗杀术 每一种杀人之法 都有针对性 不够心狠 当匕首划过的那一刻 就会心软 后果是被对方杀死 如果石娃是那种心狠手辣之辈 柳无邪自然也不会传授他这些 这些年的生活魔力 逼着石娃变得心狠 目的是保护家人 并非是那种是杀之人 说完 柳无邪打出一道金光 进入石娃的魂海 暗杀术我已经传给你了 去院子里面修炼吧 至于福道术 柳无邪知赐未提 石娃虽然不解 并未出言问及 自己来到院子 开始修炼暗杀术 屋子只剩下柳无邪一人 盘膝坐在床上 拿出赤水丹 借助丹药 突破道上心四重 白金叶的出现 让柳无邪意识到强烈的危机 飞升仙界后 想要默默地修行 早日达到先帝境 现在看来 麻烦将会越来越多 只能尽一切可能 提升自己的实力 除了白金叶之外 柳无邪还担心另外一件事情 治好了叶姑海 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要是让陷害叶姑海的人知道 是他治好了叶姑海 肯定会迁怒于他 强烈的危机 压迫的柳无邪喘息 都有些困难 天道神书能预感 明明中的危机 这几日柳无邪一直感觉心烦意躁 看来又有事情要发生 将赤水单丢入口中 化为干纯的液体 进入吞天神鼎 迅速化为一团能量 导入太荒世界 昨晚连续突破两重修围 这么快又要迎来突破了 这要是传出去 估计没有人会相信 一枚赤水单远远 不能帮助我突破到上仙四重 柳无邪只好拿出第二枚 魂海的裂痕 并未彻底恢复 等突破之后 还要想办法炼制御魂丹 第二枚进入太荒世界 气势开始攀升 依旧不能达到充盈状态 只好拿出第三枚 当第三枚赤水单化为 滔天的水流冲入太荒世界 上仙四重大门终于浮现出来 叶灵寒正在授课 突然感受院子传来极强的气息波动 顺着窗户朝这边看过来 柳无邪购买赤水单的事情 叶灵寒知道 脸上没有太多的变化 叶导师 你说石娃能取胜吗 像如龙潮叶导师问道 一定能 不知道为何 叶灵寒对柳无邪无条件相信 太荒吞天绝运转 方圆千米的仙气 像是洪水一样 朝这边飞速的涌过来 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 大家已经见怪不怪 石娃在院子里面修炼暗杀术 目光看了一眼污渍 眼眸更加坚定 修炼的速度越来越快 柳无邪传授他的暗杀术 包含了身法 还有暗杀之道 两者完美地融合到了一起 气势越来越强 恐怖的仙气 化为一条金色神龙 中向上仙四重大门 空 上仙四重大门纹丝不动 总晚连续突破两个胸围 继续突破 肯定有难度 调动更强大的仙气 竟然化为那道神秘的辅印 冲向门户 神秘辅印到了仙界之后 一直藏匿于体内 很少出现 咔嚓 辅印碾压下去 上仙四重大门 裂开道道缝隙 继续 太荒世界中的仙气 越来越醇厚 犹如浩瀚的海洋 卷起了层层木浪 水火两重天 一边是火焰弥漫 一边是大水滔天 两种不同的元素 相互冲击 从而达到阴阳均衡的程度 大水肆无忌惮冲击 上仙四重大门 毫无抵挡之力 直接化为无数碎片 沉入太荒世界 突破的那一刻 柳无邪周身传来一阵暴鸣 沉入太荒世界